我想建造教会 建造荣耀的教会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圣经跟圣灵 是不能分开的 而我觉得这两个帮助我们 在整个过去三十几年 建造教会中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没有神的话 我们怎么样建造荣耀的教会 没有圣灵 我们更没有力量来建造荣耀的教会 感谢神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 我们那时候同工 我们可能三四个人 后来慢慢四五个人 但是我们每一天早上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就是祷告 而我们祷告 用什么祷告 就是一章一章圣经 一段一段圣经 祷告 所以感谢神 我们其实我提到了 对教会怎么样建造教会 特别怎么样建造荣耀的教会 真的 我们 我没有什么策略 但是当我们每一天早上 同工一起 我们不是为教会祷告 而是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读圣经 导读神的话 所以神就借着圣经 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很多教会的一个方向 教会的一些策略 是从圣经 圣经 当我们读 有一些感动 好像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的方向 我们就往前走 但是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很深的知道 我们假如没有圣灵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必须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尝试 虽然我们知道 但是说实话 我们的背景 我的背景 是在非常非常福音派的背景中间成长 所以对圣灵的工作 对圣灵的认识 跟圣灵的经历 可以说 是非常非常地 肤浅 非常的表面 但是我觉得感谢神 好像在我们的里面 就有一个渴慕 我渴慕 虽然圣灵 好像我们还不是那样的认识你 对圣灵的带领 也不是那样的敏锐 但是里面 一开始就是有一个渴慕 好像虽然 说实话 在当时 我在我们身上 或者在当时台湾的教会 或者是在台北林良堂 整个教会都是非常保守 在整个台湾的教会 众教会都非常的保守 但是神就把这样的渴慕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深深地知道一件事 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 我们不可能建造荣耀的教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 神在做的工作 虽然当时我们对圣灵的认识 跟经历跟追求 其实跟现在比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肤浅 但是那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觉得神这是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 而在这个渴慕中间 神也好像让我们 不是一下子就跳到一个好像 一个很深的这些经历的里面 而我们好像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所以当时我们对于圣灵外显的这些恩赐 我们是有一点的保留 但是对圣灵自己 我们渴慕 所以我们比较接触 或者是比较多的邀请 都是比较在圣灵的内处 圣灵的生命 在我们生命中间 中间所做的工作 这样的讲员 包含这个就是西安堂的荣教士 也包含当时的陈禄牧师 那我们透过这样 然后我们慢慢慢慢去 更多的认识圣灵 也更多去经历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其实当时有长辈 那个长辈就特别提到说 因为他特别的这种背景 所以他说要非常小心 不要让灵恩派 稍微一点点门都不可以开 因为要把门关好 要把窗关好 不要让他一进来 一定对教会带来伤害 但是在我的里面 好像有一个渴慕 那个渴慕说 把门跟窗都关紧 我觉得很闷 我觉得所以我们在那个整个过程中间 我们就说好 我把门打开 把窗打开 但是好像就装上了砂门 砂窗 圣灵的风吹进来 但是那个蚊子啊 那个虫啊不要进来 不要让它进来 而这个也帮带领我们 在过去三十几年 在圣灵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更新 借着圣灵的更新 带领我们小组的更新 祷告的更新 带领我们敬拜的更新 而且在整个这个更新的过程中间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 也看见圣灵的工作 那我觉得特别有一件事 我们要在这里提的 就是让我们比较不是从经历的角度来高举经历 更不是从人的角度来高举某一些人 我们就是单纯的渴慕圣灵 而我们也感谢神 神带领在教会里面 这些最先在圣灵里面有经历的 比如说徐妈妈 比如说这个梅妈妈 还有像这个曾国生执事 很多这些童工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第一 我们不高举人 我们不高举经历 我们就是单纯的渴慕圣灵 然后我们不要 就说我们慢慢不要太激进 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间 而这些童工 我们都保持一颗心 单纯的心 第二个就是爱神爱教会的心 然后爱弟兄姊妹 我们不去好像把 就是说你们不追 你们这些人是追求的 那我们你们是不追求的 我们还是保守那个合一 所以我们感谢主 在整个圣灵的更新中间 有一些教会碰到的问题就是 圣灵更新带来好像就高举一些人或者经历 或者在圣灵的更新中间慢慢有一些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往后退 我们感谢神 当时我觉得神圣灵赐下来 在我们中间一个刚强 但是又是仁爱又是谨守 而这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 刚强 仁爱 三十几年的时间 在整个更新的过程 教会能够很顺利地往前走 而在顺利地往前走里面 我们能够看见教会在值跟量上面 继续地增长 而以至于让其他的教会 台湾的重教会 他们对圣灵好像看到有一个可以往前走的样子 而这个使在台湾很多的教会 他们愿意在圣灵的更新中间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神的恩典 是神特别的怜悯 让台湾在整个教会的增长 在圣灵的更新 在敬拜的更新 在牧养的更新 各方面走的 看见比别的地方更平稳 而且看见更顺利 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工作 感谢观看